走行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殷勤恳请可而为儒等作八戒本师 所有语言听我开导 福借责如来利益众生之首物 贤胜修道之要皆 下中上根基平等实践 这个要解释一下动机决定功德 同样供一朵花供一杯水 那这各位今天来说八观再见 那你的动机最重要 就像各位这次参加短期出家 以人天福报的动机参加短期出家 一日一夜 由二十小节不堕落地狱轨道出身道 得人天福报 得人天福报 以解脱轮回的心态 受此一日一夜 一日一夜八观灾戒乃至短期出家 乘以三倍六十小节 不堕落三二道 得人天福报 但是呢 以为所有众生 愿所有众生离苦得乐 而发起无上菩提心 也愿所有众生都成就佛道的上等发心 那么有什么功德呢 念一下 两百万劫 富贵自在 所以让你做世界的首富 赚了几百辈子的钱 功德 不如一日一夜 手持八观灾戒的功德 哪怕你这辈子天天杀猪 明天还要继续杀 但是因为由于你守了一次的八观灾戒 那连这个罪业都可消除 至少还七世做人 七世生天 所以就像你欠人家一百万 没还 没还 但是你现在有一亿 那当然呢 你可以慢慢的享受你一亿的福报 当然这一百万 这一百万 将来你还是要还 但是如果你守八观灾戒 不但可以消夜 而且呢 不断的在享受福报 当然站在佛教 特别大乘佛教 我们不是为了福报来修行 希望自己有福报 希望自己有福报 去利益众生 希望自己有福报 成为成佛的资粮 一切不畏自己 进一步呢 如果你想要快速成佛 最快的方法 愿所有众生的痛苦 都发生在你身上 愿所有的快乐善业功德 成熟在所有众生身上 这个呢 比较容易断我直 修慈悲 这也是释迦牟尼佛 成佛的方法 叫难行道 易成佛 这个难呢 讲的是心态 这个内心里面 真实的去承受众生的痛苦 就像别人欠人家十万美金 你明明没什么钱 但是你成法医院 为他还 而且真实在替他还 让对方过得快乐一点 那我想这个就是成佛的目的 慈悲心嘛 就是希望众生没有一点痛苦 希望众生都快乐 希望众生就近脱离轮回 希望众生最后都成佛 那我们修学佛法 各位记住 法门无高下 昨天很多居士问我 师父修汉传佛教好 修藏传佛教好 佛法只有一个 对你好最重要 近一步呢 以这个方法去对所有众生好 但是如果你认为藏传佛教好 汉传佛教好 这个分别心就是伤害你 佛没有分别心 然后呢 你吃中药也好 吃西药也好 只要你会好 佛陀都说好 但是如果你用分别心来学佛 有一个结论 佛法跟你没关系 因为你只是在跟人家比赛 这个比较高级一点点 感觉上高级一点点 这个好像比较低级一点点 所以跟你一点内心的进化 跟行为的慈悲 一点关系都没有 甚至还会产生骄傲 我修了法门比你高 我的上师比你高 甚至以上师法师的骄傲 来填补自己的自卑 跟你没关系 但是我想各位这一点要小心 释迦牟尼佛没有分别 不分你是哪一个宗派 释迦牟尼佛都是我们的本师 千万不要有一个分别 我往往发觉好像修密宗的菩萨 比较骄傲一点点 好像我认为这个高一点点 所以然后呢 会故意去好像看不太起 所以这一点都要小心 因为这个就心态有一点中毒了 但是佛法无高相 法法平等 无有分别 所以这个法是在对峙自己的 这个法是在帮助众生的 这个人适合念佛 你给他念佛 这个人喜欢禅宗 这个人喜欢禅宗 然后我们告诉他禅修解脱的方法 成佛的方法 基本上你就要有很大的能力 跟悲心去了解对方需要什么 千万不要把自己喜欢的强加给别人 我喜欢这个你就喜欢这个 那这个代表悲心不够 不了解对方 所以你要悲心够 你才会了解对方 你要悲心够 你会针对对方的需要 来学习佛法 而不是说 我们汉人才有八观灾戒 我喜欢八观灾戒 你们统统守八观灾戒 那这样呢 不见得成真 八观灾戒是个共法 共同的 所以你要得人天福报 你要解脱 你要成佛 都应该守八观灾戒 而不是说 我们汉人才有八观灾戒 藏人不用守八观灾戒 也完全不是这个想法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我这样说 希望各位用一个平等的心 然后发起一个最圆满的佛心 那我们既然学佛了 佛的心就是 当愿众生离苦成佛 站在众生的立场 去学习佛法 所以叫众生无边是远度 那你了解所有众生的苦 那每一个众生的烦恼不一样 烦恼无尽是远断 然后不一样的众生有不一样的烦恼 所以法门无量 四月学 那欧美人是喜欢听主基督教 那各位你将来要不要去做神父牧师 要用的空性去做神父牧师 用了基督教的方法 引导他们升天 然后在人间做善事 那千万不要去批评别人的宗教 或看不起别人的宗教 这个只是显示你内心的骄傲分别 所以一个菩萨他不会这么做 所以在这一点 我发现很多人很喜欢把手上带来一大堆 然后说我是密宗的 什么线我都有 然后这种人内心是没什么修行的 我大部分在观察 我是在很努力观察 因为我很想了解 只是觉得说 那当然对这样子 我还是赞叹他 哇你加持无量 因为我要接近他 但是我会觉得说 那只要配合他 就像跟领导讲话 要用跟领导的心态讲话 对我们是比较紧张一点 对傲慢的人 要用傲慢的方法 来陪他讲话 那当然因为你要修菩提心 你就要安忍忍辱 完全站在对方了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 那各位就是说 这些都是众生的苦 这个世界真是苦 所以我们大家手包完再接 就算他是出家人 出家人也有痛苦 对不对 然后部分哪一个宗派 部分哪一个宗教 他们的苦都是我们心中的痛 而不是一种漠不关心 或是看不起或是排斥 所以各位这个要扪心自问 你的先生外面有外遇 对不起你 可不可以恨他 这个叫八观再接 不行 要同情他 如果我是他 哎呀造了这个业 欲望这么强 好可怜 因为他不懂得佛法的快乐 所以我要好好的修行 来回向给他 感恩他 愿他呢早一点能够回头事安 不是回到你身边 是回到佛法了 不能有所求啊 所以不但对他这样 哎呀对伤害你感情的另外一个女生 破坏你家庭的这位人呢 更是同情他 因为呢你就是他 为什么你会遭受这个业报 因为你过去做了同样的事 那现在他正在做你过去事 所做的痛苦 所以要有这种平等 感受到对方的苦 治他平等 治他交换 不但不会怪罪他 还会牵着他的手说 我关心你 因为你这样 会伤害到你自己 不是伤害我 因为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比我年轻漂亮 所以各位这个叫修行 修行就是 就是时时刻刻体贴这样的心态 贴近众生的苦 然后这样来修 所以我们首包万载节 念佛诵经 那各位要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想 所以那只火鸡怎么办 昨天我看到火鸡 天上的鸟怎么办 河里面的鱼怎么办 这里面修行的丧师 不知道过得快乐健康吗 还需要什么吗 你要时时想他们 那这个为什么说大乘佛教 众生无边誓愿度 如果你离开了接触众生 体悟众生的苦 那佛法对你来讲 只是一个消遣 一种麻醉自己 修了比较高尚的法 来麻醉自己 那慢慢的你就脱离了 对众生的关怀 认为这个高那个低 事实上呢 因为很多生命很痛苦 所以大乘佛教 就我来讲 因为我今天过生日 意思是说越来越老了 但是我觉得我对佛法体悟很好 原来佛法是来自于生命的历练 对其他生命的关怀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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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